各位团队好 欢迎收看由郑匡宇 这位演讲冠军来教你成为台上A卡 想要成为一个台上A卡 我认为一开始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自信 各位你有没有这个自信 相信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如果你有这种认知自觉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站在台上讲的每一件事情 你生活中每一个经历 你过去做的每一个努力 它都可以成为某种程度的经验 还有故事来跟别人分享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 以及你过去做过的事情 都是有价值的 当你有这个强烈的信念之后呢 你站在台上 很自然的就可以迫切地想要跟别人 分享你这个人生经验 不是吗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打从内心心底 真的相信 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然后你要分享的东西 绝对是有价值的 我拿我自己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时候这种所谓的自信 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 怎么说呢 很多回来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经历 我们也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们有所谓不同的成长背景 那么这些发生的事件呢 他们本身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决定的 你如果要去只看到别人的优点 然后看到自己的缺点 拿自己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 或者自己不是那么强的地方 去跟别人非常强的地方 去比较的时候 你不觉得你就会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看到自己的优点 然后不要focus在自己的缺点 这样子你在跟别人 出来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才不会老是觉得 自己好像矮对方一劫 那让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我在2006到2013年 这七年之间 我是在韩国的宏一大学教中文 教中文这件事情 某些人会把它定义成 你一个台湾人跑到韩国去教中文 丢不丢脸啊 拿自己的国家 你从小生长的语言 到国外去 教中文 这算什么 你可以把到国外教中文 做这样的定义 那么我如果接受这样的定义 我会觉得自己是个loser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各位 我在韩国的那七年 一个礼拜只要工作三天 一天工作四小时 所以我一个礼拜只要工作十二个小时 同时呢 也就是说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一天 都是我自己的时间呢 我只要工作一二三呢 同时呢 我一年的时间里头啊 韩国的寒假跟暑假特别的长 加起来一共五个月 所以我一年只要工作七个月 这七个月是非常轻松的 一个礼拜只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哦 然后另外的五个月呢 都在休假 而休假的时候 薪水照给 我到韩国去 表面上假装在教中文 实际上我在学韩文啊 所以我才成为一个能够讲 中英日韩四国语言的主持人 钱照给 一个月呢 是十二万台币啊 所以我等于轻轻松松 爽领十二万台币 然后在韩主家回到台湾的时候 继续协作演讲主持 所以我那个时候轻轻松松的 一个月的平均收入 大概是在二十到二十五万左右 还不赖吧各位 同样一个到国外教中文件的事情 你如果接受别人的定义 告诉你说 哎 这就是一个loser在做的事情 还是你像我一样 自己可以赋予它非常非常正向的意义 而我在韩国的那七年 除了财务方面混得很不错之外 把语言学好 哎 还跟韩妹交往过呀 各位 所以这样子的人生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就是你人生永远的资产 于是你就是可以拿出来 跟其他人分享 所以各位 你仔细的想一想 你过去人生的经验 是不是有很多值得跟别人分享的地方呢 你有没有把它们定义成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呢 你不要跟我说 你只是一个单亲妈妈 你不要跟我说 你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人 哪有什么可以跟人家分享 各位绝对有啊 你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你知不知道 很多女性未来都会成为单亲妈妈 我的意思是会形态改变了 所以可能会有非常多人离婚 那么你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你把跟小孩的相处 中间会经历到的一些过程 挫折 成就感 你都非常非常详尽的分析之后 这些都是一个又一个 非常值得跟别人分享的故事 未来有人有相似之间的时候 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好 一个一般的工人 你是一个有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的人 你只要抓你那个领域的最精 你永远都有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 你就是那个领域的king 我记得台湾有一位 你跟他一般人很多 对他评价不一啦 我们在讲的就是诸葛亮 各位诸葛亮 你可以把他想成是一个欠债不还 太爱赌博 浪迹天涯的人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他在设访中间说过一句话 他说只要给我一次麦克风 我就是台上的king 为什么 因为他专注在他自己的这个专业 在台上把别人逗笑这件事情上面 于是各位相信我 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而你的经验 你的知识 你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你只要有认真的把它走过 那都是非常好的累积 都值得让你站在台上 跟别人分享 相信自己 你就是台上的 A卡